第15題乘上體圓柱的密度為多少 我們知道密度的公式是D等於V分之N 這一題我們秤出400克重 所以就表示質量就是400 所以我們還差一個體積就可以求出來了 那麼體積旁邊有一個圖 有浮力 浮力是有體積的 浮力一定是所謂的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這一題因為全部都沒入水中 所以排開一體的體積 就是這個圓柱體的體積 就是我所需要的體積 前一小題已經知道我們的浮力是40克重 那麼我們排開一體的體積 就是他全部的體積不知道 乘以一體的密度是1 所以這個體積呢就是40 也就是說 我們的圓柱的體積是40立方公分 所以我們的密度就是呢 40分之400 答案就是10 每立方公分呢有10克 所以呢第15題問我們說 圓柱的密度為多少 我們答案呢選擇是 10 10每立方公分10公克 就可以這樣做了 ? 4